不得不承认 灵瑶这波进攻打出的威力 就连团队大佬徐扬也为之一惊 看来我们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灵瑶的剑岛和天兵人的力量 能够达到完美契合的程度 有了这股力量在 他的剑岛威力也能够大幅度提升 然而众人还并没有想到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随着这巨大的魔晶石的破碎 徐扬团队成功通过这峡谷要爱 进入到开阔的平原区域 只是世界尽头那无穷无尽的黑色光影 瞬间便阻住了团队众人 一往无前的脚步 哇尼玛 那两个人够狠的呀 居然将我们弄到这个地方来 简直是吃人不见骨头啊 龙坤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没有看错 眼前蜜呀呀的黑影不是其他 正是一种十分稀有的恶魔血脉骨兽 名为飞银 这一物种的存在 已经不知延续了多少万年了 几乎恶魔一脉刚刚诞生不久 这物种便随之出现 通体黑色 个体轮廓十分鲜明 每只都有一头野猪一般大小 背后的翅膀很袖针 并不能维持长时间的飞行状态 但偶尔来一次高达数十米的跳跃 还是能够完成的 这一物种因为体内有恶魔血脉 平日还好 可一旦沾染上血液气息 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狂暴 乃至不死不休为止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撤出峡谷 另辟蹊径吗 施灵云开口询问了一声 来不及了 何况对方有意迎我们来这 相必是有足够的视野进行调度 与其躲来躲去 倒不如冰来降大 水来吐吞 面对才是解决困难的最好方法 徐扬话音一落 第一个腾空而起 看着他一往无前的背影 战友们仿佛都获得了极大的身心鼓舞 各自将战役提升到了顶点 哈哈既然来了 那就酣畅淋漓的战与饭吧 咱们一人一路 杀他个痛痛快快 龙坤说着 一马当先先跳到了最右边 一人释放着无比璀璨的凤凰火焰 要知道 火属性力量本就阳刚到了极致 天生就对黑暗属性的恶魔之力 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更何况是火中之王凤凰之力 刚一进场 龙坤便送出了一份见面礼 掌心中凝聚出一道无比炙热的凤凰火焰 将周围数百米内的上百只飞银巨兽燃成了灰烬 而在龙坤旁边 灵瑶所在的这一局部战场区域 则是截然相反的一派场景 纯粹的冰封之力浩瀚袭来 大片大片的黑色轮廓被迫陷入冰封状态 要知道灵瑶的剑道本就威力惊人 杀伤力极强 但打击范围很有限 命中率不是很高 并且面对防护力超强的肉山 则会显出相对疲乏的一面 可如今有了这最强大的兵属性传承加持 可谓完全弥补了它剑道方面的两个致命缺憾 因为目标一旦被封印 不光行动力大受限制 自身的防护性手段都将完全失效 无疑可以将灵瑶的进攻天赋 最大程度的发挥到极限 天剑之威当空斩下 数十米长的巨大剑芒 爆发出了无比炫目的力光 那些被冰封的黑色身体接连崩碎 数十也是震撼到了这些怪物 至于施灵云 则在徐扬的带领下进攻主战场方向 施灵云辅助 作为徐扬最强大的后方 给予他各种状态加持 更有圣道天音神器辐射整个主战场 让对方大范围获得减弱效果 徐扬则一箭奥力虚空 每一次攻击都有至少上千的飞营陨落 整个战场过程相当的惨烈 原本密压压的黑色飞营军团 很快就被这区区四人全方位压制 而双方遭遇的幕后黑手女使者和侍卫同领 释放出一道魂念 介入战场虚空 观望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也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很难想象 如果在传送门那儿我没有及时出现 你会被这几个家伙蹂躏成什么样子 现在看你那个同伴死得不冤枉啊 女使者冷哼一声 他们就算再强又当如何 没有你我的允许 他们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 不多时 后方数以万计的飞营开始后撤 毕竟他们也是拥有智慧的生命题 这样躺避党居送死一样的行动 再这么进行下去 也是毫无意义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飞营中的顶尖巨牢 终于亲自登场了 只是这群大号的苍蝇巨兽的首领 确实拥有着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样貌 龙坤倒吸一口气 愣愣地回到徐扬身边 感慨了一波 众人定睛扫过去 却发现面前这个恶魔首领 的确有着惊人的外貌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三十多岁 通体黑光笼罩的精灵一般 外表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 只是他手中那一柄权 造型却是相当的特殊 看到他手里那个武器了吗 卧槽 这老头长得有点英俊呢 简直如同一个精灵一样精致 灵瑶震惊于色 来自天见圣地的他 曾经听史老说过 只有真正的神的头骨 才能出现水晶体的模样 那是真正的不朽神骸 面前这个飞银首领乃是真正的 是神者 仅是从这个无与伦比的称号 就能对比得出 所谓是神者究竟是怎样一种超然的存在 徐扬再强 无限接近神级 也从未斩杀过真正的神 之前陨落在他手中的恶魔木桶 便已是徐扬大佬的巅峰战绩 可这家伙 仅仅是凭借这一颗水晶头骨神器在手 就足以证明他的强悍底蕴 冰川国度的禁地 按说你们这些外来人是不可能找到的 我很好奇 是谁放你们进入我这里的 徐扬并不想跟他废话更多 轻轻抬手 范围内的地面缓缓隆起 这黑衣BOSS顿时便明白了 大地法则的掌握者 你是内部人 徐扬轻笑 谁告诉你 只有内部人才有资格和能力 修炼大地法则了 紧跟着 徐扬脚下闪烁起来的水蓝色气息 再次涌现 海神领域一小部分的力量呈现 让面前这庞大的黑影 微微促起了眉头 我果真是小看了你啊 三大神的传承 你继承了两脉 幸亏你还没有成长为真正的神 不然的话 这样的底约与我无缘 那真就叫报天天物了 徐扬几人听了这家伙的话 越发觉得诡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老大如何实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给我们老大当孙子啊 口无遮拦的娃娃 不如我就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 我飞赢一脉的真正力量吧 我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